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3月4号星期一 大家好 中共终于公布了对康明凯和Michael的罪证 像跟我们之前预测的也一样 我之前说了 抓他俩肯定也就是特务 他俩一个外交官 一个跟金正恩在一块 当时我就说 可能我说出来事实真相 大家就震惊了 你们吓了一跳 加拿大在中国也有特务 其实很多的外交官 多多少少 你很难说 我当时我就说 特务也好 你说是情报人员也好 反正意思差不多 干的都是同样的工作 绝大多数时期 可能这一年 或者有一些这种特务 就是说潜伏在一个国家 可能十几年 做的都是普通的工作 真正关键的就是那一瞬间 我觉得中共能够抓 康明凯和Michael的话 其实就是有一定的证据 只不过 因为一抓他们 一出示证据的话 康明凯和Michael就能知道 是他们身边的谁 出卖了他们 出卖他们的人 可能就是中共的间谍了 对吧 那就是间谍 反间谍 双面间谍 各种间谍 对吧 一个是另外一个 主要公布了他们的罪证的话 后面就要审 就得判 中共一直就本着一种 交换间谍的这么一种态度 希望就是说 你那边莫名其妙 把孟晚舟放了 我这边莫名其妙 把康明凯和Michael放了 就得了 但是到了3月1号 加拿大正式启动了孟晚舟的紧度听证会 中共这边也马上就做出了反应 中共方面表示 被捕的前加拿大外交官 康明凯窃取刺探国家秘密和情报 说康明凯自2017年以来持普通护照 就是说他是前外交官 他现在去中国 从2017年 2017年之前 他去中国还是持了外交护照 外交护照是有外交货免权的 但是从2017年之后他就不再是持外交护照了 因为已经不再是加拿大的外交官了 因为他是前外交官 所以2017年以来是持普通护照和商务签证入境的 通过中共境内的关系人窃取刺探中共免满气息和情报 那么另一名被捕的加拿大人Michael 就是康明凯的情报关系人 就是向康明凯提供情报的 至此就是说为什么抓他俩就算出来了 但是实际上不用说我们也知道 不过现在正式说的就要正式以此来起诉他们 这样子一起诉的话 这个事就有点麻烦 因为只要一起诉 他俩估计就不好放 怎么也得就是说搞一阵 就为交换间谍 所谓的间谍桥 从第一次讲孟晚舟 我就说这就是一个间谍桥 最后看看大家怎么换 现在不想好好换 乱来吧 现在怎么办 对吧 孟晚舟那边就开始拖时间 这边这俩人也开始正式起诉了 但是我的观点 我还是认为最终双方会交换间谍 只不过过程会曲折一些 过程会曲折一些 但是最后的结果 我不认为就是说孟晚舟会在加拿大 打十年的引渡到美国 再打个十年 弄个二十年 然后康明凯和麦可 也在中国做二十年的冤狱 很多人就说 孟晚舟可以在加拿大 起诉加拿大边防局 说康明凯和麦可 可以在中国起诉中国公安 这个当然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是一党专制的国家 加拿大是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 所以加拿大比中国好 是吧 这个我们说过很多次了 我再说一遍 我是说加拿大也有它的问题 我并不是说加拿大比中国好 我觉得能听懂的呢 早就该听懂了 我还没听懂的 我们也没办法了 本来这条新闻播报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